南台水晴告急 指標性的日月潭 沒有雨水注入 近期的水位持續下降 和過去相比落差約10公尺 而知名景點九蛙蝶象 因為水晴嚴峻 您看到現在全部都漏了出來 也被大家細稱是九蛙飛田 南投日月潭九蛙蝶象 全都漏出來見客 也讓民眾好擔心水晴吃緊 這是缺水的機會 可以讓這邊整理得更完善 指標性的日月潭 沒有雨水灌入 導致水位持續下探 或許满水位約748.4公尺 目前接近738.4公尺 弱差10公尺 知名景點九蛙蝶象 因為水晴嚴峻 距離潭水越來越遠 甚至因為清漁出土 也被細稱是九蛙飛田 還在延伸以下 做一個緊急的 臨時的停靠的浮排 這感到735的時候 影響到我們初次基礎的運轉 所以我們在735的時候 我們要求這個 中水橋大家再來開一會 對水量的調配 做一個檢討 由於搭船的引道持續傾斜 對遊客上下船來說 除了吃力更潛藏受傷的風險 相關單位現階段除了根據水位變化進行調節 未來不排除如果持續乾旱的話 將封閉碼頭避免發生危險 記者曾如晨南投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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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